強調自己沒有會選 花蓮玉里鎮長龔文俊 2023年被曝出 2022年選舉期間 涉嫌利用豬隻 豬頭 行賄 原住民頭目 遭判當選無效 公文俊一審還被判處 有期徒刑五年 恥多公權六年 時隔將近兩年 案情卻出現重大逆轉 影片中小豬重量 一隻都不到90公斤 站都站不穩 還一度量腔跌倒 這些傷殘豬隻 不會對外販售 被公文俊拿來送給頭目 二審認為公文俊 贈於他人的是 無價值的傷殘豬 匯選罪證不足 逆轉改判無罪 傷殘豬隻只要體重不足 它不但不能賣 我們現在的細目管理辦法裡面 它是需要送交給化智廠 收去當做成回料或者飼料來做使用 檢方在上訴三審遭到最高法院駁回 公文俊確定無罪定驗 政長說正義總算得到聲張 同時也保住他的政長大位 三天新聞旅院蔡宥賢花蓮採訪報導 先把政策捕捕捉到最高法院的 政府需要披用 確實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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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主 作成為 是